后面就有一个不那么的结论 就是说如果这东西骨子里 其实是个西方中心主义的东西的话 那么伴随西方的衰落 这种衰落表现在对奥运精神的破坏 对奥运机制的滥用的话 那么奥运退出人类历史舞台 就是西方衰落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这次奥运会的这个问题 最大的一点就是规则示范 就是奥委会非常的傲慢 他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标准 他就用道义和政治正确的这个批判的方式 摁着你的头 我认定让这些人参赛是一种进步的标准 我也不制定任何技术标准 制定技术标准就是歧视 你不认同就是歧视 我们反对歧视 所以一定要让他参赛 至于其他的都是代价我不管 我这边直接讲 我对这个代X代Y这种意义 我不去搞他 但是我关注什么 你要真的对这个群体好 你得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否则这个群体会被奶死的 就是你会被就是一片支持和保护声音之下 这个群体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恶化 越来越恶化 到最后真的被歧视被弄死 有关于美国这次的他这个我们叫的客药权啊 从他的行为以及后来爆出来的这些消息可以看出来 包括他不但自己就是脸都不是变紫了吗 嗑药了 还有很多法有一个法国的一个一个一个不是权威人士 我不知道是学者还是怎么样 他说就是公开的在美国队里面就桌上就摆了 就是这些药 而且他甚至还说美国很多的选手被剪出用药之后呢 他不压着不发表 而且要这些被剪出来的这个对这些选手去举报其他国家的选手是不是有嗑药 这个就简直匪夷所思了 而且你可以从他们的行为看出来 这个事情这个由来已久 已经相当相当长的时间 而且您刚刚提出来他们这种大胆 但我也觉得就是他们是根本就是已经认为是理所当然了 他们就是习惯了 所以他们的行为从一个刚刚被发现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观察他们的行为 觉得很过分 从他们的角度看起来这是心以为常的事情 这是已经老早就是这样子了 这是一点 另外您刚刚提到了稍微沾了一点 就是我觉得这次我从这个乒乓球拍这件事情 我想到我觉得世界政府 当然今天我们讲中国我们就讲中国政府应该以后不应该再仰赖主办国的安全 由主办国来负责 我觉得中国的政府应该有特定的安全的人员他们的保护自己运动员的器材安全以及自己人身安全 我觉得这个事情必须要考虑 因为我们可能等一下会讲到就是说 我甚至有个问题 我们可不可以想见一个没有奥运的世界 因为这个事情如果照这个样子再发展下去 这个奥运就没有公信力了 没有公信力的奥运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不是吗 邓老师 对啊 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 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 就是就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的这种霸权行径 它渗透到职业体育运动之后 所导致的以兴奋剂滥用 还有兴奋剂检查机制武器化 还有西方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 普遍性的这个治理能力下降 所带来的这些问题最终的结果 就是让奥运这个东西本身的存在 面临一些生存性的危险 那我说的直白一点 如果按照现在的套路 就是包括你看西方国家 为什么在美国 为什么在奥运会上对中国进行打压 而且打压的项目比较集中 其实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种族主义嘛 就是西方种族中心主义 就是把奥运会当成一个 种族竞赛的平台 展示所谓优等种族的这个体能优势嘛 那当然你如果从奥运本身这个角度来说 因为它源自希腊嘛 所以这个西方中心论的这个色彩也很正常 那后面就有一个不那么的结论 就是说如果这东西骨子里 其实是个西方中心主义的东西的话 那么伴随西方的衰落 这种衰落表现在对奥运精神的破坏 对奥运机制的滥用的话 那么奥运退出人类历史舞台 就是西方衰落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个从逻辑上来说 它是自洽的 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把它搞掉了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好好去了 包括在网上有些人讲下届 中国战略国义了就是这种象征 但是我觉得很正常 这个其实是体育的本源嘛 体育就是不流血不开枪的战争嘛 本来就是大家用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 去炫耀自己肌肉和军事实力的一种方式 就是变成综合国立的展示 这点不用去否认 当然我们只是有一个美好的愿望 就是我们假设人类社会是文明的 对吧 不断向上的 那么希望把体育变成一种 追求人类这个体能和精神 这个最高成果的这么一个理想化的舞台 那这是我们的美好愿望 那问题是天要下雨 你要嫁人 人家霸权就不这么想 怎么办呢 那在一定程度上呢 美国那个嗑药的事情呢 一方面是霸权的问题 第二个呢 其实是一个大家都不这么讨论 但确实需要去面对的 就是吧 你搞体育吧 尤其是搞职业体育吧 钱 没钱是不行 但是呢 你让钱如果控制了体育的 那美国就是个结果 就他为什么用药用的那么多 原因就是那种机型发展的这个职业的运动的机制 就简单来说资本不把运动员当资本 资本就把运动员当机器 当耗材 所以这个兴奋剂是什么 就提高这个机器运行性能的油吗 那说白了就是这事情 那其实是就让它短时间内爆发出最大的利润跟价值 按照这个思路去做的 所以呢 兴奋剂这事情会比我们想的要烦一点 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 对现有的国际反兴奋剂机制 进行这种规制化的调整 确保它在2028年的时候不会恶化 不会恶化 能够改良改良一些 然后呢你刚才提到了2028年 2028年说实话挺 是挺吓人的 是挺吓人的 不敢想 不敢想会变成怎么样 就是说 它里面有几块 第一块就是当然是那种敌意的行动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敌意的行动这些事情啊 毕竟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 它也不是一个软式子 什么直接FBI直接冲过来呢 就是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我们想还是有一些可以预防的 但确实需要预防这种情况 什么叫预防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他不是来抓你 他完全有办法这样搞你 就是他在你这个比赛快要开始的时候 他突然间抓一个人 这个人不是这个运动员 但是他是跟体育有关的 然后呢 为了审这个人的案子 他强制传唤你的运动员去协助调查 他用这种方式搞你 就这个比FBI直接抓你要温和的多 而且他会有一套那个东西去那弄 而且执行的成本各方面 那你想一个运动员如果在比赛前 穿肩被弄进去什么弄个 不要说24小时或者48小时 弄个4小时8小时的 那这个心态足以继续把它彻底给干掉了 你就不用玩了 这一弄一个准的对吧 那这种事情 那你真的我就死不要脸了 你能怎么样 这是一类 第二类就是 就是我个人觉得呢 比更加相对比较务实一点的 中方要做好什么 就是说 奥委会要想办法通过一些规章 有一些都约束性的条款 就是这个主办方啊 不可以在签证这些事情上面去刁难运动团 就美国人干过这种事情 就有一个团从中国到美国去 去谈一个很重要的事 一个团长 带了俩技术顾问 还有几个就是那种安保啊 还有那种行政人员 结果美国大使馆呢 就给了这个团长 和他那个安保 还有随行人员签证 那俩技术顾问 一个都没给 他也不说不给 他说你审 审出来的时间呢 那个会已经结束了 美国人干过不止一次这种事情 包括像在我们这边 去美国参加一些 这个国际技术标准的研讨会的时候 他就把中方核心核心技术代表这个签证 就审到那个会结束的那一天给你 他就审着 他不说不给你 就给你拖着 那你想啊 就是正常情况下 这次巴黎奥运会是提前了这个十天去适应场地的 对吧 我也不让你不参加 但是我让你适应场地的时间缩短一半 我就用这种方式来直接明着干扰 那像这类情况要有一些预案的 这是当然是极端场景 当然你说的安保是另外一个事情了 这次踩断球拍 包括撞人等等这样一些事情 我觉得怎么说呢 我不想用阴谋论的方式去解释 但是至少证明现场秩序的维护能力 我们不能高估 这个对于中国的代表团来说是一个新问题 对于国际体育赛事来说也是个新问题 那在美国那边更加重要的包括什么 更加重要的包括这个 这个吃的和用的这些东西 就你在美国 人家倒也不是说那个 你看我今天上你节目之前 我看到有一条新闻 好像是在新西兰那种慈善机构 发给小孩的糖里面混进去了冰毒 哦 这个事 然后你在美国 你考虑到他们那种地方 像大麻这种东西 它是合法的 我们其实真的很担心 运动员在奥运村的这个生活当中 它这个后勤系统怎么保障食品安全的问题 这是个大问题 对吧 上次那个游泳队搞事情不就是那个食品的这个莫名其妙的污染 就突然之间就沾了一点东西 然后就正正好好踏边 对吧 当然这个事情后来还是说能够查得清楚 那你在那个环境下 人家也不是故意投毒 人家就是我就在这个环境当中 我可能那个厨师或者这个物流环节当中的某人 他就是嗑药的 那他就弄了一下 那你咋办呢 这个事情挺难的 所以有人在那边讨论 是不是洛杉矶 洛杉矶不靠海吗 是不是中方就包一艘自己的邮轮过去算了 就在海上 然后想办法那些补给 有一个自己封闭的这个圈层 但这个倒过去说明什么 倒过去就说明这个奥运会和国际体系之间演变的关系 我说实话冷战时期美国跟苏联到对方的主场去进行比赛 考虑过这些问题 好像也没听说做得这么严谈 就证明什么 即使是激烈的竞争 如果大家都是同一个水平线上比较有格调的那些对手 我是不会担心你出盘外招的 对吧 这个世界真是不一样 就是现在的问题是这边在掉呀 这个逼格再往下掉 掉了以后 现在真的所有人在真诚的非常担心说你真的会出这种盘外招 这个事情弄得我也很难回答 对吧 我们这种你也无法去想象 但是确实如何去进行保障 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最后一个我觉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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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